那接下來前文 提問給你 眼鏡是給微卓用的 再來第二個 你需要讓客戶 就是那個去吃飯的人 讓他吸毒認識你的愛好 我這個idea 我是覺得還蠻好的 只是說讓那個 假設我爸爸我媽媽 年紀也蠻大的 然後你叫他去認識你的愛好 然後你叫他去認識你的愛好 效果 我一定把他改成照顧你 然後要覺得就是 現在已經很更簡單 好這個字 就 不要亂碰碰 我覺得很簡單 這樣子 那其實我前面我忘了講 就是服務生 一個大聲一點 我前面忘了講 就是我那個app 他其實是服務生 他可以介紹 然後甚至裡面 然後甚至裡面 他會有就是 餐點的名稱 只會很複雜 就這樣 那你什麼去配合一下 對 對 請問一下那個 規則跟那個獵場 怎麼去溝通 因為那個 那個獵場 兩隻手怎麼都忙 然後他又是 又是在那個 那個獵頭之下 那他怎麼跟那個 規則的溝通 規則裡面 他本來就有一台機器 要放在哪裡 就是他的那個 廚房裡面 就是會有一個 應該叫什麼 主廚房 是平板 就是 是一個平板 可是我剛看你的那個 圖片就是說 你看你那個 那個獵場裡面還有 還有給他一張 一張紙在那邊弄 那你是說影片嗎 那 影片的話 我們是真的去餐廳拍 然後他們使用紙 所以 這個這個的話 這樣來 會用 對 可以就是全部都是 就是 電子化了 好 可以 那 委員他有什麼提到問題 請下一個問題 呃 你剛剛說你的成本 是預設在高級餐廳嘛 對不對 那 威可怎麼會知道說 料水的是哪位客人 或是這個餐廳是哪位客人 好 那個的話 呃 就是 就是 是這樣子的 就是如果他們有 呃 服務的需要的話 就是我們先定位到的是 桌號 因為每個桌號 對應到的各個GPS的定位 然後 他有服務的時候 他反饋給那個系統 然後那個系統會 呃 出現 會通過系統顯示在 服務生的眼鏡上面 然後眼鏡 他上面會顯示 比如說7號 他需要 他有需要服務 他會過去 然後這樣 他當他過去的時候 你不自然 他會說 需要水的人就會說 我需要一杯水 這樣 然後他的朋友 也可以幫他 這個 主要的GPS 告訴位置 對 對對 就相當於GPS 是一個Leader 的那種角色 就是他是可以即時通知 所以有辦法感應到是我 隔壁的人 然後是因為一周 可能是四個人嗎 對 可是每桌 坐的客人其實 也不是固定的 所以沒有辦法具體到人 對 那我自己用餐桌的話 我也 好認識 對 你萬一幫我一次 謝謝 請問一下傳說 服務運作 整個餐廳都完蛋了 不是 也不能這麼說 也不能這麼說 相當於這個科技 其實是幫服務生減輕壓力 而不是取代服務生 因為是一定 就是 舉例來說好了 今天這位先生要汽水 然後這邊要那個熱的腦筋 然後首先他會傳輸到眼鏡 然後結果我去的時候 我可能是另外一個位的 然後我從眼鏡上看到他 他沒有需求 必須要去閱讀 對 原本可能只是我弟弟東西給他 然後現在我要去閱讀 然後要等他傳輸這些東西 然後傳輸完要按說 我結束這項作業 對 等於那個mission才會消失 所以跟著記憶跟這種 傳輸來傳輸區 我不知道覺得是哪一個服務派 這是我的疑問 所以整個設計IPS 就是說就是 每個地方都很精準 而且很手區 這樣慢慢很忙 而且你user 那個客戶 你還要去了解你上面的item 是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是比較沒有friendly那種設計 插在這裡 就是技術要精準 你還要懂哪一條 那其他什麼idea是 還是 這是我不要影響大家 因為你現在 我會有一些比較跟設計 沒有特別之間的關係 第一個是 為什麼是鎖定高級餐廳 因為不一定說高級餐廳才會有很多客人 其實很多 平價的餐廳都很多客人 應該好像有這樣子一個需求 第二個問題是 你是不是多撇子 是 那第三個建議就是說 簡報的時候 因為你那個雷射 是一個指引的效果 我只要很認真的 看著你的指引的話 我大概會花掉 因為你一直不斷在那邊畫圈圈 我這邊一下子跑到那邊 一下子跑到那邊 所以這個在未來 你在做比等配訓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不用 從頭到尾都一直在 在面對 這些可以建議 我們最後一個回答 就是之前那個 我們面向的客戶群 會不會是高級 其實我們面向的是兩類 一類是高檔餐廳 還有一類是桌菜的餐廳 我個人倒覺得說 你們不必說 特定說什麼樣的餐廳才需要 有需要這樣的設備或給物的 你都可以去購買你的設備或餐廳 所以我覺得用市場的角度 沒有特別需要做這樣的設備 這是給你們建議 謝謝 因為可能路邊攤 他可能也需要 如果說他有很多桌子的話 我們時間到了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